各位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喜特勒视角 今天和各位友友想聊一个关于中共在团灭教培行业之后 那么现在目前这些个国际学校 他们将面临的命运将会是什么样的 我有很多的朋友是在中国国内的国际学校里边认职 那么对国际学校的这种认知和了解可能也比较的早 包括在北京的最早的加拿大的那个枫叶学校 还有包括天津的克瑞斯学校 很多的私立学校包括国际学校都有过广泛的这种接触 所以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发言权 那么随着中共对整个的舆论环境的这种管控 特别是意识形态的这种管控 那么国际学校的生存空间也被大大的这种压缩了 那么从今年那么颁布的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来看 那么里边已经明确了几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要加强党的领导明确办学方向 第二个呢就是突出公益属性严守义务教育 非盈利性的底线 第三个就是招生限制的增加 这是最重要的就是严管 课程的教材 它这个规定里边要求实施学前教育 学历教育的这种民办学校 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同等的招生权 可以在审批机关核定的办学规模内 自主确定招生的标准和方式 与公办学校同期招生 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 应当在审批机关管辖的区域内招生 纳入审批机关所在地统一管理 实施普通高中教育的民办学校 应当主要在学校所在社区的市范围内招生 符合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厅 行政部门有关规定的 可以跨区域的招生 过去一些家庭把民办国际学校 作为公办学校之外的补充选择 不少民办国际小学和初中 也存在跨区招生的情况 实行公民同招和义务教育阶段 限制跨区招生后 一些民办国际学校可能面临 声援规模和质量的双重压力 一些地区的国际学校布局 也可能发生调整 近年来中央和教育部 通过一系列文件 加强了地处教育阶段 开设境外课程和使用 境外教材的管理 明确了义务教育学校 不得引进境外课程 使用境外教材的根本原则 实施条例再次重申 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 不得使用境外教材 民办国际小学和初中 必须严守这一规定 对于民办国际学校 集团化办学实施条例规定 举办者和实际控制人 向学校提供教材 课程 技术支持的服务 以及组织教育教学活动 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并建立相应的质量标准 和保障机制 这个话说到底 就是对于整个的教学的教程 不得引用境外的教材 这实际上是一个 非常荒诞可笑的一个做法 那么也就意味着 比如说很简单 以前我在跨国企业里工作 很多的老外 他们的子女 都是跟着自己的父母亲 可能到中国来 那么他们要上学 就要进入到国际学校 因为他将来还是要回到 这个自己的国家 去参加考试 进入大学 他的这种 所有的这种制度 他们的整个的教育体系 和中国是截然不同的 那么如果用中国的这个教材 他就称其不上市国际学校 也没有任何的价值跟意义了 他们在这里 如果接受党的教育 那这些孩子们将来不都疯了吗 那整个中共 现在目前的这样的一种政策 简直就是强行的 在推广他们的价值观 就是要把所谓的 这一套共产主义的理论 要移植到 不仅仅要求自己的 国内的学生要学习 也甚至要移植到 国际学校当中来 这也是国际学校 不断的和当地政府进行 发生矛盾冲突的 很重要的原因 很多国际学校 近期也都表达了 各种的这种不满 同时鉴于现在整个的氛围的 左转 那么他们现在很多国际学校 已经准备撤离中国 这个信号实际上是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一旦这些个国际学校 撤离中国以后 那么也就意味着 这些跨国企业 他们的员工的子女的教育问题 就变得非常的突出 他们子女不能够享受到 和他们原来在境外的教育 一样的这样的教育的时候 那他们的父母亲 就不愿意到中国来 换句话说 这也严重的会影响 整个中国的投资环境 中共现在一门心思的 就搞意识形态 强化意识形态 实际上是他们感受到了 这种执政的危机 现在的这种做法 应该算作原木求鱼 引证止渴 他们的这种做法 实际上会让很多的 跨国公司的管理人员 放弃到中国来工作的 这样的机会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大部分的老外 他是非常重视家庭生活的 他被外派到中国来 本身来讲 实际上是很大的挑战 这在中国人自己眼里 是完全不能理解的 觉得自己中国 现在目前我们发展的这么好 又有高铁 我们现在的支付系统 又这么的发达 那老外可不得 强迫了头来中国 很抱歉的 可以告诉这些个小粉红 和自以为是的 我们的这些个年轻人 真的不是 老外所需要的那种生活 其实中国真的不具备 最简单的 他们在这里边 想吃到安全的食品 就非常的困难 因为在国外 他们有新鲜的空气 有干净的饮水 打开自来水的水 是可以喝的 那个标准比国内的 所谓的 比如说某些品牌的 这些个矿泉水的品质 还要高 就他们的自来水的卫生标准 那么到了中国以后 他们无论面临着 雾霾的问题 无论面临着 市民安全的问题 饮用水的问题 那就更不用说 远离自己的家乡 需要和自己原来的 整个的生活进行隔绝 因为大部分的老外 到中国来 他们绝大多数 90%以上 他们是不会中文的 而在一个国家里 不会当地的语言 实际上生活起来 是非常的不方便的 特别是中国的 英语的普及率 非常之低 它不像在欧美国家 大部分的人 还是可以听懂 或者讲通英语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让他去来 这样一个地方 即使你给他 很多的工资 很多的补贴 他也不愿意来 为什么 过去我工作的 这种跨国公司里 其实他们到中国 来工作的话 他们都是要拿 两份工资的 一份是当地的工资 一份是在地 大陆这边 还要给他发工资 按道理来说 这个薪酬福利 是非常之好的 他们子女的教育 全部的 像国际学校的费用 都是企业来承担的 包括租房子的费用 企业也要承担 我印象很深 我自己的一个领导 原来过去在 刚刚 那么98年的时候 他租房子 基本上 在北京 一个房子的租金 一个月 就要到5000美金 即使到今天 这个租金 也是相当的惊人的 那么 即使是这样 我说即使是这样 实际上老外 也并不愿意到中国里来 特别是 如果中国现在 目前的国际学校 采用 不允许 使用境外的 这样的教材的话 那么 可想而知 他们的孩子 未来的教育 将会面临 怎么样的一个挑战 这实际上 也是中共 进一步的 闭关锁国的 一种姿态 实际上 习近平 在很多的场合 包括 李克强 也在喊着 中国 凯歌开放的大门 一直会敞开着 只会越敞越大 实际上 这些话 都只能是 自欺欺人的 你的说的 和自己做的 完全是两回事 我们经常说 要听其言 观其行 你说的话 和你做的 言行不一的话 那么 怎么能够取得 别人的信任呢 那么现在就有很多的 包括加拿大的国际学校 他们 还有其他的国家的国际学校 都在考虑着 把自己的小学和中学的国际学校的部分 拿到国外来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本来国际学校在中国 它是有市场 有巨大的市场的 特别 还有一些中国的孩子 父母亲 想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国外来 与国外的这种教育机构去接轨 在国际学校里读书 实际上是个非常好的选择 同时 更重要的是 避免了这种恶星的竞争 内卷 以及避免了受到中共教育的这种伤害 扼杀孩子的这种创造力 扼杀孩子们的这种自由的这种天性 这其实是很多中产阶级 选择把孩子送进国际学校的 很重要的原因 可是如果现在国际学校 它不能够使用境外的教材的话 那么和国内统一标准的话 那么这样的一种做法 实际上来讲 也会使得国际学校 他们在中国实际要名存失望 因为它不存在没有价值和意义 而且据可靠的消息 那么国际学校的外教 逐步的也在收口 对于他们在中共 在中国来教书的这样的一种政策 也在收紧 换句话说 过去大家是敞开国门 欢迎这些老外 所谓的这些个羊面孔 大鼻子 在中国来教授英文 传播知识 尽管这些老外 很多也是良有不齐 有些甚至于是 可能是在那个国家 都是根本上没有这种教师资格的 也在这里 就是因为长了一张外国人的脸 开始在中国骗吃骗喝骗炮 什么都骗 但是 不庸置疑的是 绝大多数国际学校的老师 还是胜任的 合格的 所谓的那些个坏老师 那些不良的老师 还是占比 还是少数 所以我想 接下来随着这些外教 撤离国际学校 因为他们也没有优势了 实际上这些政策 看上去都是相互矛盾的 实际上 大家看起来 它像一套组合拳 因为你不用境外的教材 你让老外去讲什么呢 特别是未来 整个国内 他在英语的整个的普及上 他也要求 大学慢慢的也不用再去考 必须过四级 才能给毕业证了 那么在小学的时候 他也不要求我英语的考试了 慢慢的这种全民去普及 学习英语的这样的一种浪潮 随着习近平继续的执政 中共继续的索转 整个的这样的一种氛围 已经会变成巨大的这种逆转 所以下一步 我们就可以看到 中国的国际学校的生存环境 会变得基本上处于土崩瓦解的状态 随着教培行业的团灭 下一步就是国际学校 也会走向没落 基本上会在中国 慢慢的会消失掉 那么前一段时间 大家看到新闻了 余敏红把那些个 培训学校 新东方的很多的桌椅 都捐给了希望小学 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 在外界看起来 显现出来的是一种无奈之举 有的网民非常的不厚道 认为余敏红这么做 那也是为了节省自己的开支 因为你把桌椅 你运哪去呢 你储存还有费用呢 捐给希望小学 你可能还赚一个好名声 持有这样观点的人 其实他们真正的是脑残 这些人 他们根本就不了解 像余敏红这样的 靠着这种真正意义上的 培训英语起家的 这样的一个培训机构 能在美国上市的企业 这样的人 是应该获得社会的尊重的 因为新东方培养了 不计其数的中国的留学生 到美国社会去学习了一些 新的知识 帮助中国才有了今天的这种发展 其实整个的国家 应该感谢余敏红们 而不是在那里冷嘲热讽 包括现在央视还在调侃 因为余敏红在直播带货嘛 所以央视还要批评他 说他不应该去学李佳琪 这样的一种对民营企业家的要求 我认为是实在是太过分了 实在是太卑鄙了 实在是太无耻了 你不让他去盈利 你不让他去开课 你限制他能够正常的开展自己的教育 培训的这种业务 然后他为了求生 自己去直播带货 你还在那里揶揄他 你们还有一点点的良知 还有一点点的人性吗 你面对着这么多的教师的下岗 那么多人的失业浪潮 席卷而来 难道中共你们觉得这是你们愿意看见的场景吗 也许这是他们愿意看到的场景 因为他们的失业就意味着他们只能够依靠中共给他们下一步安排 未来你们可以去乡下 那里有民办学校 大量的学生需要师资 可以上山下乡 第二次的上山下乡运动 可以就这么就开展起来了 这就是可能中共真正的灭掉教育行业的真正的目的所在 其实在我看来 中共之所以灭掉教培行业 真实的用意很简单 就是要把所有的这种教育资源再次的高度的垄断在他们自己的手里 因为教育资源只有垄断了教育资源 才能够对意识形态进行灌输 才可能让学生们只接受一种教育 只接受一种声音 这是在整个的全社会形成一种氛围 就是所有中共发出来的东西不可以质疑 我们拿防疫这件事情来讲 中共只要说发出来的声音 我们防疫包括现在大连 封了差不多有80万人 那么他们只要认为 我们封城的这个做法 是从上面开始下达下来的 全社会只有能够提出来支持 所有的媒体也只能呈现出来 为这样的一个做法进行论证 就换句话说 我先出来一个结论 然后大家去找论据 证明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或者更深刻的讲 就是说我现在告诉你是什么样的 你们只能找出来 他相关的对的这种证据 而不可能提出任何的这种质疑来 这是这个社会非常可怕的地方 就比如说你把人都封在家里面 那么有人提出来生活的不便 或者这样的做法 有没有觉得有点大费周章 有点非常的过分 有点小题大做这样的味道 假如有人提出这样的质疑 那么他一定会受到中共的这样的打压 甚至有可能因为因言获罪 会被抓起来 这就是整个现在中共的做法 只允许有一种声音 这个声音就是习近平的声音 就是中共的声音 这是整个社会巨大的这种悲哀 从所谓的改革开放开始 四人帮倒台之后 文革结束之后 这样的情况还是史无前例的 还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但是这样的一种做法 全民族只能有一种声音的存在 也就意味着 这个国家离真正的灭顶之灾 为期不远了 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人 说可以说是绝对的正确的 何况习近平仅仅是一个小学毕业生 OK 今天就和各位有分享这么多 谢谢你们的收听收看 请订阅点赞转发支持我们